雷霆这支球队是真的牛逼 当年能连续三年选到三个MVP 三伙分行李以后 又能通过选秀和运作重回巅峰 真的 普雷斯蒂是联盟唯一真神 其他经理都得往后哨哨 现在的雷霆可以再次喊一句 雷霆四哨 亚利桑大吉敌 两个高大双能位 杰伦威廉姆斯 一个全面的风味摇摆人 霍姆格伦 少年老成的内线独角兽 位置合理尺度高大 天赋异禀 本赛季的战绩也是高居西部第二 今日主场对阵凯尔特人 更是狠狠给绿军丧了一课 当家核心亚利桑大 刚刚拿下丧州西部州对家 挟死胜威 今天又是发挥相当炸烈 全场22投14中 砍下36分67主攻 美中不足的是 今年四界杯 带着加拿大给花旗皱了一顿 本赛季扫子基本没有了 除非铁打的反规 否则裁判根本不吹 今天主场是雷霆对吧 可绿军全场罚了29个 雷霆只罚了17克 最后时刻 裁判的吹拔最为典型 1分11秒 塔图姆突破进去 肯威上前防守 塔图姆随手一抛 裁判就站这瞪着眼等着 球进就不想事 没进就补事 给现场的观众都看傻了 但是没有卵用 杰伦威廉姆斯总是能够予以回应 压三大这后时刻也是连罚连众 反观塔图姆 要命的时候毫无建筑 只会依赖波尔金基斯 而今天的波森 也是真的无可阻挡 全场18投12中 狂砍34分 石板三盖帽 最后时刻梦幻脚步 细刷霍姆格伦 长距离2分 稳健的罚球 可以说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今天的布朗 的确频频打铁 18投只有4中 打铁14法 可对面的多尔特 也不遑多让 全场14投10铁 彼此的球队都有内奸 亚历三大的队友拿了91分 塔图姆的队友拿下93分 还要更胜一筹 在这凯特那边还有三个裁判 随时提供8打5支援 最终绿军4分之差 输给雷霆 只能说明塔图姆这个领袖 太他妈熊 照人家亚历三大差远了 MVP下辈子他都拿不到 亚历三大要是美国人 这个赛季就是MVP 这个赛季就是MVP